女子看守所外 昨天发生了一起暴冲的车祸意外 一辆轿车左转的时候 突然撞向停等红灯的车辆 随后又撞了电线杆才停下来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驾驶也没有酒驾 事后驾驶向警方公称 是她的右脚抽筋了 无法控制才会正踩到油门 路口车辆停等红灯 但对向一辆黑色轿车 左转后没有继续执行 而是朝他们撞了过去 碰得一声 被撞的轿车明显横移 但教室的黑色轿车没有停下 又撞击到另外一辆轿车 随后再冲撞到一旁的电线杆 把路灯都给撞洗了 其中一辆被撞的白色轿车 车门撬起板筋凹陷 而教室的轿车车头半毁 也无法再继续行驶 警方到场暂时封路 也请吊车脱掉协助 车过就发生在台北女子看守所外 幸好撞击力道并不大 没有人员受伤 而一旁正好是消防分队 弟兄听到也赶紧出来帮忙 会是机械故障酿货吗 肇事的灵性驾驶说不是 是他在左转时 右脚突然抽筋 无法控制 才会误采油门爆冲 害得停等红灯的其他车辆 惨被波及 因事故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阻塞 本分解立即派遣了五名警力 来协助疏导 幸好只有车损 没有人员受伤 但开车开到脚抽筋 新驾驶恐怕始料未及 下次上路还是先拉拉筋 暖暖身 避免累死车祸又发生 记者声道胡振伦 新北市报道